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昨天谈到他其实算是影评人 然后现在是沟通各方面深度沟通 然后是反正就是各种英文老师 企业的导师 大老板的老师 开餐厅 刚才顺带人做节目之前还跟我兜售他太太的手表 我跟你说 那是朋友 他给你便宜的 他十年都没有再来吗 中间 中间有一次他开蒲国餐厅 他戴着他那个厨师的帽子 所以回家的感觉真好 我跟你说 我在他身上真是看到香港人的一种文死 文实 那天他们讲 就是说香港人 你看过去说是中国人在历史上下西洋去西洋的 是去干什么呢 都说是寻求真理 寻求学 你看胡适什么 他们这些人 但是还有一个下南洋的 就你看下南洋的中国人都去干什么 文死 文死 他就谋生民族 他就是到哪儿 不管我是导演还是作家还是什么 能做点生意 能卖块手表 就吃一块 你家都能去修铁路 那香港人的一个精神 就是说我呢是你知道当导演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一个位置 那你要那个时候香港的影业走下坡嘛 我问自己我怎么走 我还要那个回想我那个导演的那个辉煌的岁月呢 还是要做点生意来维生 再等一下 等内地的市场再蓬勃 我就开餐厅了 我问自己 在一个晚上我问自己 从一个高高在上的那个导演 到开门 欢迎光临 谢谢 然后接投诉 骂你 骂你什么 不知道他可能心情不好 家里面那个有什么问题 因为我要投诉电话 我们就来打电话骂我 我说对不起对不起 我们我们改善改善 他会说你扑国际太瘦了什么的 我一个晚上我说我行不行 可不可以 然后我说因为我是一个演员 也是一个演员 我要演出这么好一个角色 我要享受那个角色 我就一遍 就行了 一个晚上而已 这真叫能上能下 能屈能伸 大丈夫也 对 其实他拍的电影都是小丈夫 对他的印象 就是我们大家都叫表哥表哥嘛 比如贼雷侯爷 表姐你好嘛 对对 那个时候还有人批评说 您的表姐你好也有点那个讽刺我大陆同胞形象 你现在自己都融化在大陆同胞之中了 现在我变成一个被讽刺的一个形象 就回来回回到北京的时候 就好像一个大乡里 现在怎么讲 怎么讲 就建筑屋那么大 然后我去一个餐厅 去那个最贵的一个餐厅 是那个有一家最 号称最贵的一个餐厅 哇 看着那个一个很 很厉害的设计师 两个衣的一个设计 我知道一百万欧元 我也知道 的设计费 然后我去了一家餐厅 打开那个餐牌 都是那个私食 一点肉啊什么都没有 菜都没有 我说你究竟你告诉我吃什么东西 那个是菜还是肉 他说 自己想一想 南老金这个餐厅 在北京啊 自己想一想 对啊 你必须要点他那个菜 看不到那吃肉 还是吃菜的 你看不懂 然后很诗情话 然后有的时候很有选拟 设计非常好 你觉得 就是像你 哪怕是我们内地人 到了香港 也要放下架子 你好比有一个画家 原来也上过我们节目 在香港 后来我发现呢 也不知道他还在不在画画 但是他跟他老婆 两个人开夫妻店 就做川菜 他简直是把川菜 当成个艺术 然后呢 不准你点菜 他来安排 他老婆做菜 就是这几个菜 什么回锅又什么 但是真好吃 完了之后呢 他老婆以前 好像是歌剧舞剧院的演员 必须要给大家 唱一首歌摊调 这出戏才算完 我要讲一下 是不是因为现在的人 就是太自由了 反而就是说你给他一些 比如说像是台湾 也很流行 叫做什么什么首陆菜 就是这个老板娘 拿手的菜 我一天 我就是给你这四道菜 你不能选 然后一天就几桌 你吃完就没了 然后他每天帮你配菜 可是每一个人都抢着 去订他的位置 没关系 你今天规定我什么 我就吃什么 该多少钱 我去多少钱 我现在怎么都这样了 咱们去一下广告 学说吧 江江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就远比着关心张建廷太太 其实我很小的时候 我就很崇拜他 因为我觉得这人 虽然长得不是那种 因为别人都这样讲我 所以我今天要找机会 原来秀原 最怕听人说 我是看你节目长大的 今天终于找到一个 找一个对象 对 那我一直觉得 这个男生是非常有才气的 那我这几天 因为要跟张导演碰面 然后做节目 所以我特别去网上搜了一下 我刚刚听到 其实他沟通的这个课程 一个小时收三万块港币 但是他只拿 大概几百块钱 他大部分都捐了 我就觉得这个男人 真的很不错 因为他去做时善公益事业 还有一点就我喜欢他是 因为他的对太太真好 对对太太 对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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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他太太我见过 好漂亮 长得也漂亮 真漂亮 而且也是很有 势力人士的女儿 真的吗 我那天在网上看到 就是你们结婚的那张照片 哦 然后所有的人 什么阿逼啊 这些人全部都在旁边 对 他呢 我的太太的势力呢 就在爱 他最大的势力 势力就在爱 像你说的这个表演理论 那你在太太面前 怎么表演一个好丈夫呢 也不 不光是表演 比如说 心里很气 吵架的时候呢 最近几年 我没什么吵架 因为在睡觉的时候 吵架呢 他说了一句话 他不能寒露到天明 天明 就不能隔夜 不能有隔夜潮 不能含泪到天明 含露 含露气 不能含露到天明 那么他说了 然后我这个 他简了一句话 我要体现嘛 怎么可以说 最气 最有气的时候呢 就改变了 真的真的一个 如果今天导演叫我说 太太 对不起 我能够说 不行吗 对不对 就讲吧 很多大男人都不能说 对不对 其实一句话 他的力量多大 就说 对不起 睡觉了 然后他其实 他心里面很甜 然后就睡觉吧 明天就没事了 但是呢 很多跳楼 自杀 都因为一句话 是是是 他们改不了 角色混乱 混乱 我觉得其实这个 真的要有智慧 因为其实你知道 人跟人的相处 它是不同成长的背景 不同的爸爸妈妈教育出来的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 那我觉得一直 东方人 尤其是中国的男人 给一种父权社会的那种感觉 现在还比较好 现在男人呢 还会帮女生拉拉椅子啊 但是再过来的时候 你说 我帮你弄弄领子 这个大概就不行了 男人就不做了 觉得 这个男人怎么这么娘啊 做的这种事情 都会娘娘腔什么的 但是 现在 我觉得比较好的是 反而女生 对男生很多的要求 是比较强势了 倒过来了 没错 对不对 很凶啊 我可以给你看一段 他们准备的一个片段 就是说呀 不同年代 你知道这个让咱们这个岁数 看起来就感慨万千了 什么 六十年代肩并肩啊 七十年代手拉手啊 九十年代口对口啊 就是 就是 它有变化 当年怎么着 一下你就甜蜜了 现在 在完全不一样了 你可以看看他们这个电影的 这个片段 方美 英帝 这两只 是我送你的 英帝 出头 二十年代 一十年代 属于 大人 三十年代 在第二天 一百年代 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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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爱情的花儿 在那阳光中 开得更佳音 开得更佳音 开得更佳 我爱你 我希望是一万年 只有我就是庄 哦 晕房 我晕车 我不是那种晕车 我是坐着这样的马车 走在这样的林荫大道上 我开心的晕了 逃队的晕了 享受的晕了 所以我就晕车了 其实 不从我来到普罗旺斯 我就一路晕 今夜梦园 我晕 有了朱莲的新房 我晕 看到古堡 我晕 看到新草花田 我晕 看到山城 我还是晕 反正我就是晕 好啊 那你晕吧 我在你身边 如果你晕倒了 我会抱住你 我晕晕晕 我真的晕了 最近熊瑶好像在博客上 还答复呢 因为好多人就说 说你这个语言酸了点吧 16个晕 然后熊瑶说 我当时心里就蹦出这个字 哪位朋友能说出一个更好的字 我也欢迎接受 等等 张导演也是拍爱情电影的 对 我拍了一个 那你会写这种词吗 这个我写不出来 我是比较诚实的 诚实的 我以前看熊瑶的电影的时候 那个心里头 其实年轻嘛 有梦想 然后就觉得 谈恋爱是应该 照他这样子 然后你要跟男人讲话的时候 就是 我不义 我不肯 你叫我情何以堪 这样的说话 对 而且熊瑶那个语言就是 什么叫 你无理 你残酷 你无情 我怎么无理 我怎么残酷 我怎么无情 我就是说你 就是这样的语言 对 这我们都不一样 因为比如说 我现在我拍那个片了 就 按照一个 一个真的事情 就一个男生 他要回春节回家嘛 因为春节回家 那妈妈就整天说 你有没有女朋友 有没有几十结婚了 他就晕了 他真的晕了 因为回春节回家很难嘛 回家十几天 每天就都在 都在 都在 咪咪咪咪的 他讲 他后来就说 明年 我要租一个回去 就 他是个真实 我就按照这个 报纸 上面看的那个新闻 我就把它改 改编了 是真实 真实 租一个 现在能租一个女朋友回家 对你看 租一个女朋友 而且租的像真的嘛 对啊 他演出一个真的 然后在他中间呢 我看报纸说 那个女的说 我不知道 你是会不会在途中 对我不礼貌 那男的说 我就怕你把钱拿走了 后来还是合作了 就回到老家 就骗他妈妈 你看 这就是现代爱情故事 现代 你知道我那天看本书 好多人还看着流泪 也是根据一个人 在我们文革的时候 真实的记忆 写的日记 改写成的 叫个什么山楂树之链 你看我好多事情 都想起来了 就是比如说 一个男孩子 为了找追他的女孩子 就爱啊 他能从农村 走几十里地 跑到这个县城里 然后这个女的 在学校上班嘛 就在学校门口见一面 两个人待几分钟 然后当天晚上没处住 就在公园的亭子上 睡一晚上 第二天又去学校门口 等这个女的 而这个女的呢 完全不了解是怎么回事 比如说说是 接了一回吻啊 说啊 他把舌头伸到我嘴里去了 就我怀孕了吧 我我我被糟蹋了吧 我就是等等 或者这个这个男的 思想好坏啊 他为什么把舌头 伸到我嘴里 等等就那个时候 但是为什么很多人 就流泪啊 就是感觉那个时候 也很淳朴 你想那天 我就跟他们讲 我我上 你想我都算是上大学 你说你的初吻 哎呀我的初吻 没错 你的初吻怎么怎么 我的初吻其实分心了 你知道吗 主要是 他分心 他在我们学校啊 他在草丛里嘛 不是 那还是初吻 就是 草丛 没错 上边是吻着 但是呢 我穿着凉鞋 那是夏天 那个蚊子 哎呀 我两只脚在下面 都蹭破了 你知道吗 那女的穿着球鞋 她没事 她挺陶醉 一点都不浪漫 您要把它写进去吗 但是我觉得浪漫 你看 我觉得特别后悔的事 他们今天的年轻人听了 她说 哎呀那很浪漫 我就说 当年跟大学的女朋友 就是不用我灌醉啊 她自个儿就喝醉了 躺在我的床上 躺了一整夜啊 我就是在床边 真的 我就看着她 一直都都不敢动了 看 一直看到天亮了 我说后悔死了 但是今天的人听起来说 哎呀 您这是很浪漫的事情 乱讲 人家说这人智能有问题 我那年轻 可能性能有问题 因为我在年轻的时候 已经就当演员了 有一天我就拍那个接吻的戏 当时呢 还是一个 毕业几年吧 才几年吧 我跟那个 什么 静什么 我忘了她 美女吗 美女 港姐 港姐 静文雅 拍一个接吻的那个镜头 正文雅 正文雅 拍完的时候 那我就有点害羞 我躲在那个角落 拍完了害羞 就拍完那个镜头 我躲在那个角落 就一点不舒服 哎 怎么办呢 因为当时拍的时候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回家 她要上演的时候呢 爸爸妈妈朋友都看见 怎么办 那个时候呢 拍戒吻呢 是心里面就有一种 很复杂的一种心 心情 完全不是一种专业的一种 对那个演员 还有一点爱慕 对 爱慕 就不太敢放肆 然后觉得有形象上的问题 不是形象上的问题 就怕 就怕我会不会爱上她 哦 因为这一吻 对 爱上她 因为我不是演员嘛 分不出来 那个时候有一段 有一段 忧郁的时间 那你吻的当时 享受吗 不 不享受 尴尬 尴尬 但是呢 她有一种 鱼韵 所以这种鱼韵呢 什么叫鱼韵 鱼韵 就是说 鱼韵 鱼韵 哦 鱼韵 鱼韵 就是那个 剩鱼的那个 那个吻味吧 哦 鱼味 鱼味 哦 有鱼味 那个 不是味道的味 哈哈 鱼韵 完了以后 有点 那种感觉是 很浪漫的 那么浪漫 带回家 带回家 不像 不像现在 就是还没有完全脱离那个情景 后来我就成熟了一个演员了嘛 我告诉你 我跟那个 呃 李治 李治 借吻 连杰的夫人 对 跟李治 借吻 借吻 那个时候呢 还好他那时候 他就 很害羞 呃 我导演 怎么怎么吻呢 我说 快点吧 赶时间 快点快点 快点 我 我不行 那那怎么办 呃 不然说 这么 呃 这 我们就 先借吻吧 借位 你要怎么样改动 改变 我 吻了 才说好吧 让导演来 就证我们好不好 嗯 好好好 后来我们就 接吻嘛 一接吻的时候 哇 他是个很 很有经验的一个演员 哦 那我还 我杀了一跳 哦 哦 接吻很有经验的演员 对啊 有的时候呢 接吻是 舌头要不要 那个时候 不是导演的一个 一个权定 是演员的那个权定 哦 有的时候就张开 张开那个口 但那个舌头 舌头 接触不接触 不接触的 有一些呢是 他 我们叫广东话叫 自动播 他就就来了 哦 自动播 自动播 哈哈 哈哈 一文章 哭就出去了 哈哈 可能就 他投入嘛 就看 他们两个人 有没有这么一个 一个默契 有默契 先来了说 我接吻 有的女的眼神说 接吻舌头不要 不要放进口里面 先讲啊 后来有一个笑话 就说 有一个男的 他接吻就说 哦 行行 我不 把舌头不放在 您的嘴里面 嗯 其实他一接吻 他就就来了 自动播 笑 后来那个女的 就很聪明 接吻的时候 他就一接 都闪开 然后那女 男的 嗯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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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 他就 哎 又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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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其实拍戏 我觉得这个浪漫 咱们先气量广告 枪枪三言行广告之后 换那个 跟他们讲 这个有的男演员 是著名的那个吻霸 说女演员 谁见谁怕 一看要拍吻戏之前 拿着一个那个 喷的那个 就是清洁口径 防口臭的那个 哈 哈 好像整装戴发似的 别人就吓躲了 这个其实我以前 听过圈子里面说 很多防色狼的方法 因为其实有很多的 那个一线的明星 会很红的男明星 反正每次跟一些 新的女演员配戏的时候 不占点便宜 白不占嘛 真有质 那女演员就觉得 我一定不能让你这样 就猛嚼大算 没有人 那台湾有几个 著名的女演员 就是很帅的 我想现在国内 有的时候 也可以看到他们 就是那种 尤其是演当初的 穷咬戏 然后去 姓马的 我听过 一个姓马 然后一个那个帅哥 姓林 小马哥嘛 然后他们 他们一闻戏的时候 就很陶醉 然后因为手上 都通常那个戏都很激动 就用了一抱 然后牙齿一颗 然后那个女演员 这边就流血了 然后就肿了一个包 然后要不然呢 就是咬破人家的舌头 因为太激动了 你知道吗 所以有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 但也有女演员 这个早演不管嘛 不是 因为他投入嘛 他为戏好嘛 他说我真的 我就是要那个逼真的感觉 我告诉你 我那个片 最后一个镜头 就最后一场戏 最后一个镜头 就来范冰冰和那个任贤奇 就接完 剧本里面没有的 你说合约情人这个戏 对对对 剧本里面没有的 后来我就让他们戒尾 戒尾那时候呢 其实已经完了 我需要的已经拍完了 但是我享受一下 我就看别人的那个神情 先看那个小齐 他有几个粉丝啊 在后面 很集体痛苦的那种 就不行了 小齐是个好男人 第一文 另外就是那个 那个冰冰的那个 他的那惊喜人 因为每一场戏 对惊喜人来讲 接吻这戏啊 后面的后果呢 是不可预知的 因为可能这两个人 就有感情了 他们就火花了 所以惊喜人呢 看他的演员 那个接吻的戏呢 是真的是很复杂的 一种心情啊 第三个我 因为我后面有 一百个人 在看这个接吻的戏 后来我就把一个 很大的一个荧幕 就挡着他们 算清场 这帮人知道 在墓前有人在接吻 他还要看着那个墓 看着那个墓 看着那个墓 我在想 他们看什么 他们看了 在幻想 几十个人在 集体的幻想 那真是意淫啊 这个 真的奇怪 我说有什么好看啊 奇怪吗 但我现在觉得 其实你看刚刚讲到 就是电影上面 有很多的 情爱的部分 讲的是 它就让你有憧憬 可是我最近 刚刚从台湾过来的时候 我看了一本杂志上面 说现在的年轻男人 这种 就是交朋友的关系 有两个 大概就高三的学生吧 那个女孩子长得 有一七零 身材好的不得了 然后她交了一个男朋友 比她小两岁 大概也就是高一高二吧 很年轻 然后两个在一起 妈妈反对 就分开了 那这个女的呢 就觉得说 刚交往 你妈妈就反对 不行 以后我们还是要在一起啊 什么 交了几个男朋友的时候 都把这个小弟当后补 她也就这样补着 所以我觉得 现在的女孩子的观念 到底是怎么了 以前会觉得 不行 老是被占捕